我們是住在沖繩的香港人Oki Family 我們之前拍了一段影片 是關於沖繩攻略的 那段影片很多人不看 現在信眾要求 我們今次這段影片 是說在沖繩五日四夜的行程 可以做什麼 怎樣玩 因為我們住在沖繩的關係 大家看到這個行李箱其實是假狗 很辛苦 我們模擬一下大家來到機場 是由這裡開始出發 去玩的整個流程 今次這五日四夜這段影片 是讓大家很全面地去沖繩 值得看的景點 值得去的餐廳 是比較全面的 而今次這條影片 是包括海灘 潛水 那當然 之後你們會見到的了 因為我們在沖繩開清潛 這間潛水店 當然是希望你們看完這條影片之後 可以幫助我們 譬如美國村何時去是最好 行程怎樣走才是最順利 什麼景點比較值得去呢 首先我們先去吃海鮮 好 在機場一落機 馬上過來斯滿市的魚市場 首先說清楚沖繩不是一個吃海鮮的地方 不像北海道那些 因為那裡水冷 魚比較肥美 沖繩這裡是比較少這些地方 而這個地方怎麼會叫大家來呢 是因為可以在街市買完之後 立刻存在外邊吃 你可以做個海鮮飯 你自己上面任配也可以 而在沖繩其他地方 是比較少這些大型的 可以讓大家馬上選魚 馬上吃到的地方 就像這樣 可以自己選料的 要白米還是壽司飯 壽司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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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刻在外面找位置吃 而不需要有一個等位的麻煩 所以我們比較介紹你這裡 而且自己選擇食物很爽 為什麼你們飯還飯 送還送的吃 你放兩條進去做樣子 你的魚生飯很醜 好可惡 你製作一下 你製作一下 這麼噁心 算了 你們倆是差不多了 吃吧 我給你 好 這裡建議大家 可以花半小時至45分鐘就夠了 你吃東西其實幾個字搞定 然後去旁邊農夫市場走過轉 不要買那麼多東西 這樣就OK 因為之後還有很多日的行程 很多地方可以買手信 好了 我們吃飽飯了 現在馬上去玩吧 我們下一站就是Oakinawa World 其實本身呢 我們是想介紹這間大家 先下飛機來了 但是呢 它實在太過有人來 經常都要等位 變成大家控制不到時間 我們就不可以插在半日四夜裏 如果大家想來的話 可以遲些時間來 然後早大概十五分鐘來 你可以在外面寫名 然後很大機會是馬上進來的 即是它一開店 譬如它晚上六點 你五點四十五分來寫名 進來的機會是很大的 但是如果你六點十分 六點十五分來 是有機會已經沒有位 要等一個多小時了 下了機吃飽飯 當然要找東西玩 我們首先來一南邊的 這個Oakinawa World 這裡呢 很棒的 有一個叫做浴泉洞 其實爹爹很喜歡的 我們久不久都會來的 是有點瘋狂的 其實我們住在沖繩 是有人會常常掛著想回來的 為什麼呢 其實進去大家就會知道的 其實小時候都來過 但其實每一次來 應該的感受都不同的 總之 看下去吧 這個是其中一個 我們每個人都很喜歡的位置 真的很漂亮 那裡有什麼寫著呢 不知道呢 這裡看下去很神秘 看到那裡有一點點燈 這樣站著可以看很久 這個是我們最喜歡的位置 現在很想潛下去 現在很想潛下去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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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不用瘋了 不用瘋了 哇 如果覺得光看不夠厚的 大家可以定期上 Okinawa World的網站 因為他們會定期舉辦 一些探險團 是全副裝備那種 你們自己留意一下 點子中雨洞禁止 這個是一個一站式的 沖繩體驗主題公園 這裡有翠玻璃 藍染 紅染 好像果園 你看沖繩可以種植物 水果和花園 然後還有A35的表演 還有這裡可以試穿樓裝 是租來在牆裡走來走去拍照 這裡還有一個琉球村 你穿著樓裝就可以在裡面拍照 很漂亮 這裡有一個室外有頂的會場 專門用來做表演 但是這裡就不可以拍給大家看 我們可以看給大家看 大家記得看時間 這裡收5點半 如果你是租樓裝的話 你都要預算時間去換衣服 還有如果你想玩樓裝體驗 真的不要只有1000日圓 標準的價格 或者再高一點 可能拿到資料 就是漂亮很多的 而且拍照會漂亮很多 好了 我們就要出發去酒店Glam Park 我們離開了浴泉洞 然後駕駛到上來 大概6點多 就可以確認這間很有特色的酒店 是經過了海中道路 裡面的島 其中一間酒店 第一次來沖繩 很多人都會來海中道路 其實海中道路這邊 是很適合慢活的 但是我們又不建議 浪費很多時間在這邊 所以我們就開完浴泉洞 之後就直接駕駛上來 就可以直接燒烤 然後你的第二個點 就是可以超早在海淡看日巡 然後大家第二天起床 才去走海中道路 看到人頭的外景都可以 就可以過了很多時間 來到Glam Park 這裡已經六七點了 Check in之後 我們今晚會吃Glam Park 提供的BBQ 這個Glamping 其實它是很遠離人區的 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野蘭人靜的時候 沒有什麼燈 你又可以看到很多星星 然後海灘是向東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日出 來到沖繩當然是輕鬆一下 這裡的Welcome Drink 其實不只是一杯 它是任喝到夜晚 咪啡酒有七點半 其他汽水就可以開放到八點 你一直在吃BBQ的時候 可以出來繼續拿東西喝 然後你也可以拿多些 回去自己的廚房放 一邊吃一邊享受 有沒有發現這裡沒有電視機呢 這裡是Glamping 即是Camping的豪華版 所以晚上就是享受外面看星星 或者回到這個房間 大家可以玩Bot Games Uno自己帶來 或者啤牌 家庭樂或者朋友聚一下 聊聊天 這個才是享受Camping的方法 始終這裡是Glamping 大家的心態 最好是用Camping的心態 但是一個豪華版的Camping 去Stay就比較好 不要跟普通傳統酒店 要這些要那些要怎樣 這樣去比較 這樣就住得會很開心 來到Glamping 當然不是過了夜就算了 早上吃完早餐之後 記得來享受一下 這個設施外面的很漂亮的沖繩海灘 離開酒店之後 你一定會經過這一間 沖繩很出名的海鹽製造廠 也叫做Lucci Mars 你來到這裡 看一看 買一下手信 然後就可以繼續上路 經過海中道路 拍照 然後就開始今天的行程 因為下午是比較激動 很多運動量 所以午餐不建議吃得太飽 我們在Glamping Glam Park附近 找了一間很好吃的 吃沖繩梳霸的地方 為甚麼我們介紹這間 它的湯是魚湯 其實整碗食物是沒有油的 然後它會有魚肉 有海葡萄 有水雲 是很清的 所以是沒有那麼膩 我們會整碗都喝光 記得這裡只開星期五六日 和公開假期 其他日子是不開的 沖繩對大家來說 最印象深刻 應該是一個很漂亮的海 來到沖繩 怎可以不下水 而在沖繩最有名的 就是青枝洞窟 很多人都認識 我們首先選清洞 在清洞會有甚麼活動呢 通常有三個活動 可以玩的 第一就是浮潛 第二體驗潛水 第三就是池淨潛水 然後下水之前 一個小貼士 我們都希望大家可以 做一做海洋保育 所以如果你要塗防曬的話 希望大家可以選一些 Coral friendly的防曬箱 另外還有一件事 就是如果你來到 都不要塗那麼多 因為它會令你的面鏡滑 那你滑就有機會入水 所以這個是很實際的問題 所以我們的教練 通常都會建議大家 不要塗防曬 因為太遲查都可能沒甚麼用 然後我們公司有接駁車 載大家去港口 去港口大概只需要五分鐘 好來到港口 上船之後就參加活動 這裡大概五分鐘就去到 很快 清洞這裡 潛水和浮潛都是非常安全的 大家不懂游泳都不要緊 浮潛的話 你一直都要穿著救生衣 很安全 然後有個浮球 被大家拉著繩子 所以是不用怕不懂游泳的 體驗潛水更加不用怕 因為你不用吸引氣 你亦都不用換氣 你一直吸氣 你的背部會有氣瓶 所以你是一路透氣 所以更加不需要懂游泳都可以 而且一個教練 是看著兩位客人 一直按正火眼看著你 所以是很安全的 而磁症潛水分泳 清洞亦都很適合 因為進去是另一個世界 你不要理它裏面七八米 還是多少米 其實不是水深的問題 是裏面你潛水時 美不美 整個體驗 開不開心的問題 所以其實清洞這個海域 都是很適合分泳的 入原洞出來之後 外面是有很多珊瑚 很多魚 然後有很多海溝 大家可以鑽洞鑽 如果你有AOW 可以潛深一點的話 教練都可以帶你去深一點的位置 找海龜之家 所以在這裏 就算是磁症潛水 都很多東西玩 因為開邊這裏 是很多東西看的 不要以為 真榮田這個海峽 是沒有東西看 是很多魚 有很多地形玩 有很多珊瑚體 還有五眼六色 魚是因為浮潛 和體驗潛水的客人很多 所以這裏是有很大群的魚 亦都不同種類的魚聚集 在這裏 Fund Diver都玩得很開心 我們之前有Fund Diver 講過去完沖繩制度 來清凍玩 原來這麼好玩 每個之前說清凍 只是浮潛和體驗潛水 其實不是的 你跟我們就知道 因為我們在這個海峽 玩了很多年 然後不用怕 下雨和有太陽都可以下水 為什麼呢 你下水都濕 你來得天是不是下雨呢 只不過是打雷的時候 我們就會停止活動 活動完了之後 回來 我們有熱水給大家洗澡 洗完澡 我們就繼續北上 今次去名護食燒肉 我們知道很多人 想玩Sherrathon這條Ship Line 而因為這個活動 是很受天氣影響 亦都很受排隊的人數影響 所以我們不會放這個活動 在Fixed行程裏面 我們建議大家來清潛玩完之後 才看時間上 心情上 或者風向 天氣上是否正確 才過來看一看 真的很難預期時間 我們初初都以為是15分鐘 等15分鐘可以 原來不是真的15分鐘 整個過程 我想到現在大概已經兩個小時 因為大家平常心 玩到就玩到 玩不到就下次再來過 潛源水很多人都很累 所以今晚我們是吃燒肉的 來到沖繩有兩間店 特別出名 很多遊客都會吃 一間就是琉球之樓 其實在我們清潛附近 但是那間是很難預期的 有一間在美國村 比較容易預期的 大家可以明天才去吃 另外在明湖有一間叫做 奶鵝喇叭 也是很出名的 但是今天我們帶大家去吃 另一間燒肉 這間滿味的特別之處 你開了螢幕就會看到 你可以按部位 來點部位的肉 當然它一碟 其實由900日圓到1,12日圓不等 便宜就不是便宜的 但是盛在你點肉的時候 你知道你在吃哪一部分 它本身是有沖繩料理的 所以除了燒肉之外 它也有沖繩料理的菜式 給你叫的 然後這裡的餐牌上面 有一些是其他燒肉店沒有的 例如這個是燒豬的Sparer Rib 外面真的很少見到 這個排骨 其實它老了之後 上碟 但是它說到明 你一定要再燒一下它 所以它裡面已經醃了味 然後再用七輪燒 令它更有風味 然後又有石頭鍋 石頭燒Juicy飯 沖繩的Juicy飯 它有石燒Version 所以有很多特別的料理 可以在這裡吃到 這間的豬腳很好吃 我們幾年前來的時候 也有叫 那時候覺得好吃 這次再叫 這個是要自己再燒 它本身已經醃了 是熟的了 燒了出來 這裡脆了應該很好吃 我們剛才叫那碟很奇怪的東西 來到 我們都想快點 揭槽裡面是什麼 是怎麼樣 好像切蛋糕一樣 真的切蛋糕 然後外面有一個 好像餃子掛的翅膀一樣 原來是這樣 好美味 好美味 你平時不喜歡吃脆脆的 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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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半 還有那個 吃完飯 沒有這麼早回酒店住 這裡名戶 就沒有拿霸 或者美國宣 那些這麼多汁多水的生活 或者這麼多選擇給你了 這裡有一個EONTOWN 它開到11點 附近有一間漫畫倉庫 它們開到10點 這裡也有一間 Max Value 24小時 也有一間 Kanehi 即是很沖繩 地方的超市 開到11點 也有大家很熟悉的Donkey 它也有一間店 所以晚上吃完飯 大家可以逛逛 買超市裡面的日本食物 然後才回酒店玩 這個EONTOWN 我覺得應該是住在名戶的人 的中心點 這裡真的什麼都有 有一間很大的Daiso 有一間剛剛我買完東西的3P 然後旁邊賣運動衣 又有Fangard 接著這個夾夾機玩玩機 小朋友適合 所以晚上也可以進去 這裡真的很多東西都可以 晚上可以真的走到11點就可以 好了 那我們現在去酒店了 為什麼她不想去酒店 是小朋友要滾街 不想check in酒店 差點說漏了 我後面這一間漫畫倉庫 是我們很多潛水教練 或者在沖繩住的外國人 很喜歡礦的地方 包括美軍因為裡面是可以尋寶的 其實吃完飯賣完屏 時間已經不早了 所以我們就找一間比較便宜的酒店 因為純粹住一晚 第二天可以早點出動去玩 其實我們來明湖都會住這間酒店 為什麼呢 因為這裡附近很方便 有很多餐廳和很多超市 另外就是這裡有大陸場可以浸 還有配套很好 然後服務很好 晚上每人有一個雪糕送 女生又會有一些護膚品 然後被人搶來用 還有這裡有早餐送的 例如星期六天的話 它是開到九點 還有對我們來說 現在很重要的是 女生已經很大了 所以它一定要另外當作一個人去預約 就不可以當作一個小學生 或者六歲的人來預約 這間酒店可以在一間房間住三個人 例如我們今晚這間房間 其實是一張很大的屁架床 下面是睡兩個人 然後上面是睡一個人 這天一來到馬上衝上去 他說要住樓上 我們兩夫妻已經很久沒試過 在一張床上沒有電燈檔 所以爹爹對這間房間很滿意 覺得我們明早要好早起床 睡先 其實這個五日四夜的行程 是不適合坐的士和巴士的 因為在沖繩的士很難叫 然後巴士經常遲到 所以我們幫大家找了一些 中文的租車公司和合法的包車公司 大家可以在我們的五日四夜行程表裡找到 而大家預約他們的時候 不用告訴他們是Oggy Family的粉絲 是因為不會有節的 這個五日四夜行程表下面的介紹 只不過是方便大家找一些 中文的租車和包車公司 不會有節的 我們順便在這裡呼籲 有些甚麼商家想找我們 Oggy Family或者清潛合作的話 隨時歡迎聯絡我們 如果你不想來到才知道你想去的店 已經結束了 那就快點訂閱我們的Oggy Family 記得按旁邊的小鐘 就這樣 就這樣 感谢观看